我認為最輸的不是賴清德 最輸的是鄭國會 為什麼 你怎麼這麼難 人家慈悲無力也是條 你聽我嗎 我跟你講這種東西在政治上 會被人家看不起 第二就是 你如果掌握訊息 你的組織有沒有能力去立即處理 我跟你講小英就很少發生種意 可是這個黨內的人都看到了 說你沒有想像中強大嗎 敢造反的人還是有 對 下班的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大家平安 颱風夜 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聊的是 我們椰汝正確博士 亮叮噹 鼓掌 漫著生命危險來上電視 現在還沒風風 現在還好只有下雨而已 早上 我們現在錄影時間十一點多 你拜託 我剛才從飛鐵那邊來 風太大了 今天空風暴雨 真的嗎 對啊 有雨傘立刻被打翻 真的 在飛鐵那邊 你沒看到 是嗎 沒有那個樓是無路二段 是因為那個大樓 沒有 就反正那裡就 然後暴風暴風 真的嗎 和平東路跟羅斯福路 就那個地方全部都是暴風 那我來問一下 下班甜心 薛寶 嗨 你們好 亮燕 你們好 薛寶你們哪個時候 有狂風暴雨嗎 還好 我們平常那個攝影棚 因為今天全台平時上班上課 所以攝影棚那些所在工作人員 也滿棒的 所以我們就來我們瘋傳媒的總部 這裡 這亮哥等一下來的 瘋傳媒怎麼沒有專業攝影棚 有 已經有了 對啊 在哪裡 在那 不在這棟樓 不在這棟樓 好 我原來有專門的一棟樓 但是這個不管在哪裡 即將申請執照 那就把NCC審照全被刪掉了 有嗎 我們要申請執照嗎 好 這個再來談 好 來 這個 今天亮哥來 我們先從颱風談起 因為現在晚上我們播出的時間 風雨應該漸強 漸強 剛剛要到半夜才離開 對 而且大家都會想 因為我們現在八點剛剛開始播對不對 大家都在等第二輪 明天要不要放假 我猜應該很多先生還是會覺得這樣 可能會啦 應該是離開了 對 我不知道 因為問題是他們要晚上做決定 就必定了 所以那時候風雨真大 所以那個膽小的講話 很可能繼續放假 因為你叫人在播 說人耍人兩天台股沒有開市 剛好救了台灣 現在在跌嗎 美國 美國股市我確實在 最後整個翻黑 剛好動起來 所有的指數都翻黑 我們現在錄影是 特斯拉龐厚18% 所以美股現在也跌 沒有啦 龐厚 台股今天沒有開盤 對啊 今天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金融的群組 他們說 講話兩天放假救了台股 他現在只有一天而已 你那一次他今天不是的嗎 沒有啦 因為今天他 回頭 最嚴重就是10點11點 對 入夜之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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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邊也要提醒各位下班 和你老的網友們 如果你在台灣 如果海外的沒有無風無雨也就平安 在台灣的話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剛坐捷運還是客盤 你是捷運喔 我坐捷運坐一段 因為我叫不到車 所以我從飛鐵壓坐到南京三明 然後再從南京三明坐計程車 這樣喔 那真的是 所以台風的時候 不管叫車或是說外送 Uber、Foodpanda 有的都沒了 聽說柯麗、KTV都棒 對 每一次台風都是這樣 電影片跟台風公車好KTV 沒有啦 因為那天晚上不一定 晚上紅紅在頭 我猜還是會有很多人 那台風政治學是這樣 我其實這兩天也有我的新聞同業 還有我女兒在問我說 爸爸就昨天問我今天 禮拜二問今天 我就笑笑說一定放 為什麼 因為今年第一個台風 然後這些縣市長 基本上因為 第一個它的範圍大 第二個是西北台 西北台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你經過那個 基隆跟彭家宇中間 然後結果沒有被破壞 所以它就會 北半球它逆時針倒回來 台北、新北、桃園、新竹 都有可能非常大的風 因為那是東部燈路 對 因為我告訴你 西北台的意思是 它沒人有中央山脈 我知道 所以以前許多了 196歲年 葛樂里 或是運年 跟艾莉台風 西北台都很多人 台中今天有什麼 台中也會有雨量 對 所以台中原本沒有放 你知道嗎 這本來沒有放 要10點後才放 台中原本沒有放 對啦 這我知道 然後被罵翻了對不對 我們這一題直接請教亮哥 因為台中的副市長是 不然他回來了 中部全部都放 全放 現在你看到這個南投 苗栗台中彰化雲林 就都是國民黨這場 盧秀燕是頭啊 對 一開始本來只有山區和平區啦 那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盧秀燕他才剛到美國來 看這張照片有沒有 剛到美國五個小時 又馬上飛回來 這個到底 對啊 啊 你沒話到這個 頭前那天 怎麼沒有徵兆信 沒什麼感動的問題啊 這是在美國上的已經 這是去的 這是在美國上的已經 這是回台灣啦 徵兆信沒有回來啊 他們去啊 那照徵兆信沒有結束 哦 一接機啊 對對對 所以徵兆信本來就留守了 對 這一張是盧秀燕市長在美國 落地以後五個小時 決定馬上回來 在美國的照片 那有人講啦 來這個我也順便說明一下 就是後面為什麼會站一個這樣的人 我跟大家講 華航 這個 還有長榮 我們只要是政治人物 去任何機場 他們都會請一個人陪同 對啦 對 那是真的都有 都有 那回到台灣就這一張了嘛 好 回到台灣就是 這個副市長徵兆信去接近 他小時候有徵兆信 徵兆信認為情況可能會 要放假啦 亮哥你怎麼看 他在美國打電話給徵兆信 落地以後嘛 當然這個有人在說 你去之前都不知道 颱風大概就是這幾天要來嘛 因為他去美國不只一天 他要去十天 是啊 對 颱風的預測什麼時候就出來了 那週末就遲到了 沒有啦 因為他要去美國一定是很早就要排 然後機票買了嘛 所以他一定是有點兩難 有一陣颱風的預測就開始出現了 沒辦法他已經電好了 所以就硬著頭皮先去 然後一下飛機 電話給我們蠟筆小心 小心啊 小心啊說體育期延做 他就再飛回來 他在美國那邊搭機是凌晨一點半 對 回到台灣是凌晨五點半 哇 很拼耶 很很累 對啊 很很累 這已經是以前台商的拼命的出生了 以前台灣做美國單 為了拼命就當天來回 這麼拼 以前那個曾正龍就這樣 真的喔 他做了兩尾 他去拼美國的訂單 那老闆就說我一定要見你 他就隨過去 然後台灣明明晚上要請人家吃飯 他就飛回來 就飛回來 好 你不知道台灣人就這樣做生意了 美國也是當天來回 所以大家就會想說 盧秀燕市長 我是這樣想 因為我現在雖然戶籍不在台中 我台中人嘛 市長既然叫媽媽市長 有紅胎來的時候 你在購物 這是對的啦 但大家會質疑就是說 你明知道紅胎要來 你又去幹嘛 幹嘛搭那個飛機去 五個小時後回來 倒不是機票前的問題 對 颱風狀況的判斷 對 是不是你先前 早就應該就先 把那個行程改一下 因為 沒辦法 我不知道 因為他是市政訪問行程 對 我知道 可是訪美大家會給予 比較多一點的聯想 訪美是不是為了以後 有一點可能要選中 沒有 這個是地方級別 他不會見到國務院 對 美國聯邦級別的不會見市長 美國還是有一定的規矩 他不會這樣做 因為你還沒變成黨主席 他如果變總統候選 沒有 黨主席就會 就會了 黨主席就會了 那他現在回來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沒有 我覺得你當然可以說 他對颱風的情況 去跟決定回來 那個時候判斷有差別 去的時候一定是覺得 應該沒那麼嚴重 結果去美國之後 下電位就小心 發現比預期要嚴重 要差幾天 就差一天 說實話 這個颱風的預警 交給縣市長判斷 這個全世界只有台灣這樣搞 對啦 人家香港就直接看風球 看幾號風球 專業的指向單位去評估就好 都連Local有特殊的災情 我覺得台中市是這樣 你若是原來的小台中市 他大概就不一定要回來 不過他現在是大台中 有台中縣 台中縣有很多地方 可能會有土石流啊 山崩啊 山區啦 因為你看他本來 還沒有宣布風疆之前 是和平區嘛 你就知道那個地方 一定是比較危險 那些就是原住民的區啦 就是說你就是怕 會發生真的 會有人受傷啦 甚至嚴重的貪方啦 這人才會怪你 真的是這樣 對 縣市長如果人在國外 然後有災情的話 通過就會大扣分 對 我依照礦力爭議改嘛 那就是台東嘛 那台東也有很多 偏遠地區啊 也是一樣的 其實你如果是純都市 像台北市啦 台北市我是覺得 還好啦 基本上副市長應該可以處理 不過你若是新北 那就很難看 那就很難看 其實也要選的 因為是縣市長的 如果你颱風有災情 人在國外 已經都給我媽 會罵很慘 對啦 所以就謹慎嘛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出國的時間 第二個就是放假的考量 因為原本昨天 連高雄都 八點就宣佈放了 對對對 結果台中 就還是正常上班上課 我看到我好像都罵翻了 那問題是 我也必須跟網友說啦 就說我知道大家都是 期待有颱風假 可是 總是安山專業去判斷嘛 一開始他可能覺得說 風是雨是沒有到 所以八點的時候還是正常上課 包含了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跟南投這個 中部的貴限制都沒放 因為它颱風是這樣 我剛剛講西北台切過去 所以會影響到西北台灣 另外我們放一天颱風向 國家經濟損失多少 多少 不知道 10億 10億就對了 就這樣 而且你可能會造成一種現象 什麼現象 有人急著要領款 座衣要跑 要嘎 你光是搞不好都出問題了 做小企業啊 或者有的人股票要交割啊 對齁 你看台積電 長一個朋友去嫁給我資料 說現在違約交割2.2億 對齁 就殺一個相容 起一個相容 都有事情了 有人做貨有人做多 所以我的那種是說 你今天放假對不對 譬如說今天 今天我正在期待有人要匯款給我 因為我今天就收不到啊 我是普通人 你如果是企業 好 我告訴你今天我人會匯款給你 對啊 我是企業 你說中小企業 你只要是 就差一天嘛 會有影響對不對 會啦 但是最重要還是在台北 因為台北市如果聽得上不上 就股市就這樣 你倆是外貌的 外貌 對 美國 放得又沒有颱風 對啊 人家在管理有上班嗎 對 你這個公司等於今天就像 你沒有接單 你沒有接單 所以我告訴你 這種東西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我告訴你 全世界真的沒有人像台灣這種制度 我真的研究過這個問題 你就覺得說 應該讓 為什麼要市長來判斷 市長又不是氣象專家 而且各種地區 應該讓那個公司做決定 日本就是這樣啊 是啊 你有需要上班 你就自己上班 讓個別的基層公司來做決定 譬如說你的公司 如果處的地方位置 就是真的風雨很大 你老百姓是以下決定 你老百姓為員工負責 我做起地 我怎麼知道 你那個地方提高怎樣 你做的決定是全市都放 沒有人這樣做 用這個制度的 像香港 香港做一個城市 但是他就完全讓氣象局決定 就那個幾號風球 他就是規定過多少風球 就放假 也不是香港的長官決定了 不是啊 可是我有印象 我們這個制度有問題 這個制度就是讓中央可以避嫌 又被罵到縣市長 縣市長也沒有理由要做決定 你學校也是校長做決定 因為你每一個學校的位置不一樣 因為我們台灣 不然我們台灣是公立學校很多 因為很多國家 並沒有那麼多公立學校 但是他說即使是公立學校 也沒有理由校長做 也沒有理由市長做決定 你應該教育局做決定 我也是 你知道嗎 他說人家都是用 盡量接近基層的制度 配合氣象專家的訊息來做決定 亮哥講的 這就是其他國家的限時 跟專業的考量 其實一本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看剛剛亮哥講 如果日本的公司 正好跟其他的國家 有正在進行貿易 那即使我隔壁的公司 同一樓層 他們都沒有上班 可是我還是會來上班 那我的員工上班的交通費 什麼的我公司會出 那能來就來 你就給他一個加班費 公司不會就是全國無差別的 所有的都跟進行貿易 其實現在台積電也在上班 因為他是24小時的 你以為台積電現在沒有人上班 不可憐 對不對 所以要台積電都這樣運轉 他以經濟動的生產線 還是要完成 當然要 不可憐 但是政治的現實上 剛剛講的是專業的考量 這個是政治的考量 你看像這個 不就是我們的制度有問題 沒有人要改 很奇怪 改了以後 這些網友就會去氣象鼠留言了 對 現在就是各自右頭再有主 像這個是嘉義市 沒有人跟你改制度 不表示你不會放假 你如果真的 颱風很嚴重 人家還是會放假 那個你要聽懂我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 台中市沒放假就去罵盧秀燕 我知道 罵大家放為止 我知道 嘉義市不放假就罵黃敏慧 是 對 他就講說沒辦法中央決定了 所以就等於分散了民眾的民怨 但我也覺得說大家不要一天到晚都只是想要放假 坦白講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行情影響 非常小 賴金兒也發生過一次 你放一放半天 賴神問頭 是啊 賴神也是教學孫總統 跟你說這無關 政治人物如果連這個都怕 那你不要從政算 對嗎 賴神也是動半天 結果那天人 放半天假 放半天會比較麻煩就是說 有一些像雙親家庭 都已經 都已經送小朋友去上學了 然後爸媽也去上班了 就講十二點以後 下午開始放 對 那下午開始放 臨時要去接 沒辦法去接 我的工作還要完成 是啊 所以一天 那天也是很多人要叫 對賴清德 政治前途有影響 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這種 不要太在意 反而是 真的發生 嚴重損失 你不在 這個人家會記得 好 那所以 你如賴清德就趕快回來了 對啦 避免這樣的狀況發生 對啦 好 如賴清德市長 從美國回來了 那 台灣現在目前 所有的縣市也只剩金門 沒有放假 金門就沒空了 對 他就是沒空了 然後其他的所有縣市 昨天晚上八點 本來沒有的 也通通後來都追加 台東也追加了 那中部的各縣全部追加了 希望大家 這兩天 颱風天 能夠 非常平安 在家裡看下班看你聊 這樣好不好 好 那下一題我要問的是政治問題 對 亮哥來 庭妃人生高光時刻 對 還好 過了都鬆起來了 鬆了有沒有 你怎麼看陳庭妃 闖進中常會 勇敢 我很欣賞庭妃 勇敢 這當然 這有連環因素 其實有人認為 其實有人甚至用陰謀論 他都陰謀論 說為什麼 這個 鄭麗文說的 因為鄭麗文曾經是新潮流 對 他說什麼 他說 因為他們認為陳庭妃一定是兩票 跑不掉 跑不掉 對 所以不如把三個人都論成兩票 這樣還有機會他沒抽到 是這樣 這鄭麗文說 真的嗎 對 鄭麗文說 鄭麗文說 有人說他是憤怒 這個搞不好是事後解釋 他說他對新潮流的了解 裡面每天都在 算盤掛在胸前的一大堆 我以前常常說新潮流 算盤都掛在胸前 不是住立文 每天都在算 他做人的算數新料理 那個 當然還有電子計算機 在那裡 咬咬咬 你要想 如果他最大目標 是要讓陳庭妃不要進來 通常會 那你的方法是什麼 你用爺平的 譬如說去封 那個 英系幫數字分拉的內票 這也沒有意義 因為就要讓蘇智芬進來 這樣才會抽籤 那蘇智芬要進來 那 林憶錦 林憶錦當然也可以刪票 問題是 陳妮芬跟蘇智芬還是要籌簽 不是 所以這裡面的局 可能比我們想的還要複雜 這是人家這樣說的 這是正義文說的 當然我們所認知的不是這樣 我們認知的是 英系去拜託那個市議員 那個市議員就是黃成國的好朋友 跟黃耀福 很親愛的感情 我知道你說這個 那個 那個 叫做鄭光鋒 鄭光鋒 鄭光鋒 他就拜託一愛到蘇智芬 對 不然真的沒有人認為蘇智芬會殺 真的 真的喔 因為他只有一票 中指揮他只有一票 他叫鄭光鋒 後來決定投蘇智芬 變成兩票 那王世堅的水果三票 對 另外這個就是林一錦的 就是鄭文燦那一票 其實那個女生喔 那個叫做什麼 呂林小鳳 呂林小鳳 呂林小鳳是五屆議員 而且她是巴德區的 鄭文燦就是巴德區的議員 要不要鄭文燦代表巴德區 選立委沒條 他們兩個本來就很好 他就算算氣了 對 你也不要說四 因為人家年紀也不小了 不過我先告訴你 他們是同一區出來的 對 所以本來就非常熟 跟鄭文燦交好的 鄭文燦後來又當了市長 當然照顧他為原來的選區 那就是呂林小鳳在接盤的 所以這個一定特別熟 譬如說我做市長 中山台東的議員 我一定特別好 因為我本來就在經營這一區 呂林小鳳是不是勇敢到 投野鄭文燦 如果他真的是勇敢到跟新潮流決裂 那新潮流應該會處理他吧 我們可以不是真的新潮流 他是流友 流友 就是長期跟新潮流結盟 沒有入邦 不是邦 沒有入流 沒有入流 不是新潮流的正式會員 所以是結盟 當然有人這樣講 是 你說呂林是為了鄭文燦 但故意投一個抗議的票 網外界都這樣解讀 因為他做政治新聞 像郝瑋這種人 很希望血流成惡 劉華絕也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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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到血流成惡 不知道繼續說 所以這個議題 在我們面前說一個禮拜 我把那個廚科我拜祭 那個教導師要再講一下 因為我就不會說到這裡 好 沒有啦 我感覺好像 有可能 我必不否認 因為他跟鄭文燦真的非常好 你把我老大的一千兩百萬 還不讓人家交保 這有點太過了 這其實不只他覺得太過了 港內一堆人都覺得有太過了 不過我剛剛在這整個過程 事實上我認為最輸的 不是賴清德 最輸的是鄭國會 為什麼 你如果這麼難 人家庭尾不利也是對 你聽到我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在政治上 會被人家看不起 就是說你庭尾有機會 算起床 你為什麼不知 對啊 你怎麼會 給人家覺得你在丟投名狀 怎麼會有人這樣派 而且坦白講 就在兩個月內 你就立刻給他感覺你在宣誓效忠 怎麼會有人這樣不見 那你以後你這個派系誰敢參加 你聽我的意思 有 聽有 我覺得亮哥講得很好 對 我沒有想到這一層 不是啦 就是鄭國會你現在定位是什麼 你不能這樣啦 對 對 林又昌是鄭國會 現在當秘書長 林家龍現在是外交部長 你再怎麼樣也要有一點格調啊 林天輝有機會選起床 你為什麼不支持他 這位人這樣拚拚拚 也拚出來了 對不對 拚出來了 鄭國會在 將陳廷飛逐出鄭國會派系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會 好 就是因為陳廷飛想選 是啊 對 他那時候當下是跟陳廷飛講說 因為陳廷飛有能力 實力上一席中職委 是 另外還有五席 他以後還有林黛化什麼 那陳茂松是跟陳廷飛講說 你多少錢要算 你這票來的時候就有六票 那我跟觀眾朋友講 大家聽了好幾天就知道 只要有三票就是一個中常委 但你得先選當中職委 三十九個選三十個 三十個再選十個 所以有三票就有一個中常委 但你必須先選上中職委 結果後來鄭國會的那個卓冠廷 他沒選上 所以他又少了 所以他票數就不夠了 那陳廷飛又離開 所以鄭國會最後只有一席 對 這剛剛亮哥在講我覺得蠻 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鄭國會原本 上一次兩年前的中常委 是兩席的 現在只剩一席 所以其實傷到的是鄭國會 那剛剛在講這些內容 這張圖是我做的 我是要讓各位網友能夠看得清楚 而且你這個會有長期的效果 等於我是一個有志氣的人 想要在政治上發展 那我會參加你的派系嗎 我可能寧可去參加殷戲 讓殷戲加薄 而且殷戲 你怎麼這麼厲害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十九票 對啊 這麼厲害 會繳繳繳 每個都代表都是十九票 殷戲這次有三大奇蹟 第一個就是通通中指尾都是十九票 高票 因為不是十八票 然後 第二個就是只有四席的中指尾 四席 我剛剛不是講三席一個中常委嗎 四席的中指尾 選到兩席中常委 對 新潮流加燦系 九席的中指尾 也是選兩席 九席中指尾選兩席 四席中指尾選兩席 四席中指尾選兩席 你差五個中指尾 要做什麼 去旁邊吃飯嗎 沒有 當然數字都忘記了 對 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講 為什麼會是這樣 來 我現在 沒有 這個有天意 就說你不能太過分 結果就是這樣 我現在算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各位網友你們 因為民進黨的派系相對複雜 我用簡單一分鐘把它講完 好 新潮流七個嘛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對不對 所以七個中指尾 基本上可以選兩個中常委 還多一票對不對 對 那他就把這個 因為鄭文燦也是新潮流 對 把鄭文燦能影響的呂林小峰跟鄭志宏 這兩個抓過來 那是不是就九個 可是呂林小峰沒有投給林毅期 對 所以九票的中指尾只投出兩席 就是這樣 用廢票嘛 好 這第一個 那鷹系呢 鷹系其實只有四個 就是王世堅 蘇智芬 陳書華跟張嘉玲 陳書華 張嘉玲 投給王世堅三票 上了嘛 中常委 蘇智芬只有一個喔 一個呢 剛剛說這種叫做鷹友 他是永元會 他是陳其邁可以 對啦 永元會 但是他就過來 永元會你知道陳其邁跟小鷹關係好嗎 他就過來投給他 對啦 我沒有投給他 我只是投給他嘛 投給他也就兩票而已 才知道他抽中了 就算以後問嘛 那蘇智的話呢 是有一個那個柯建民 就是聽柯建民指揮的 來 對不起 不講指揮啦 就是跟柯建民交好的鄭美娟 他投給了這個蘇智 所以呢 蘇智這邊就三票 張宏露跟賴秋妹 所以張宏露就三票 這個不稀奇 因為柯書本來就長期的工作 對 對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陳廷飛嘛 自己找了一個台中市議員 和文涵界來選 就我剛剛講的 他也是兩票 所以陳廷飛跟洪生漢 洪生漢是民主火水 這裡有很大的BUG 因為大家都算錯了 民主火水只有 這個洪生漢跟同志偉 所以我說那時候 賴清德博士去看同志偉嘛 就被迫中指揮上 這個潘欣傳不是民主火水 我不知道為什麼記者寫錯了 潘欣傳就是綠色友誼連線了 所以中佩穎這邊三票 因為綠色友誼連線 不是潘欣傳去幫黃偉哲 是啊 不過他就不是民主火水 對 民主火水沒有黃偉哲 也是綠色友誼 郭綠色友誼本來也是長期 跟賴新潮流合作 綠色友誼連線 基本上主要是卓榮泰 然後羅文佳 林非凡跟洪生漢 還有范雲 所以大家 就是 就是說這個相對複雜 那我現在跟大家結束完 再來就是這一張 因為呂林曉鳳自己有講了 他雖然蓋了林一錦 可是他也壓自己的手上 對 他的理由在這裡 因為先前大家有解釋說 他因為他緊張了 對 呂林曉鳳說 我的忠指揮的票數 少了一票 你知道嗎 都比較小寒嗎 我去問了為什麼也沒有告訴我 所以我很生氣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後面理由可能更 更強硬 我說鄭文燦發生事情以後 心系都冷眼旁觀 所以我才會生氣投下飛票 沒有 他不知道內情 心系有大佬幫他求情 你說鄭文燦嗎 大佬有 可是畢竟是收押的啊 他不知道 沒有啦 確實有人在幫忙 他的 賴神不要介入司法 你怎麼搞 另外 呂林曉鳳事實上是 改了另外一個說法 就直接撐牌 表示他挺鄭文燦 對吧 但是沒有他就是 崔心的說法 他一開始沒有這樣講 一開始沒有 一開始是別人聽他解釋 對 他後來才出來講說 我是不高興鄭文燦 為什麼要這樣講 為什麼 這樣搞不好是來保護自己 就說 為什麼這樣 我會敗 那你如果要來靠我 那就是敗你 不自殺聲明的 當然是 這個會健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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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都沒說 你以為人家不會追究 你不要亂了 這次哪裡是這樣 所以那個 那個叫鄭光鋒 對 鄭光鋒就擺明了 他就是支持英系 對 他有講啊 我們這邊永樂會就試票了 所以我就 還有多一票 我去支持英系 所以他就要 送暖啊 他就要宣佩 說我支持英系 他有公開講 他是 他是給蘇智 這樣反而會沒事 喔 這次有時候就是這樣 擺明的 你沒有擺明 你都要用張到 張兆良就出事 張兆良先出來擺明 跟我沒事 那後續這個中常會 最後的結果會怎麼樣 亮哥你看最後這樣子 其實 我這個中常會 因為中常會 這個是實習票選吧 那另外有六個 是當然中常會 對 那六個你算一算 是4比2喔 這六個是三長 柯建民 然後這個 吳思堯跟莊瑞雄 對 柯建民跟 那個 吳思堯會支持賴嘛 嗯 莊瑞雄英系嘛 對 那另外還有三個啊 縣市長嘛 對 陳吉邁 陳吉邁 這兩個都不是 都不是賴系嘛 另外一個 是 另外挑出來 翁張良 縣市長代表 這三個都不是賴系嘛 所以並4比2 所以並這 那個 剛好投一投 變成8比8 那邊就8嘛 對不對 對 平手啦 喔 除非某人投票啦 那個叫黨署 第17票啊 那個叫黨署7 對啊 愛心得知 可是一般不會這樣幹啦 這樣太難看了 所以一般會合各言而自啦 你就會看到 中常會裡面 屏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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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 不敢說好傳東給確定 排隊的 不 不 市長 寸上台 倒貨的 就有兩個人 一個叫做黃勢堅 一個叫叫黃碩 黃成國 這很明顯 所以英系看起來樂見 貝欣otto不要全打 你百分之百支持陳年飛 百分之百啦 不是說台南市這局 台南市這局 你怎麼這麼天真 現在我們黨委 對我都說 沒有落收初選這種事 到底是誰在講 是不是黃偉瀚在講 郭鎮亮在講 他就說我們都是賴系 我們都尊重賴清德總統 大家都是賴系 他也厲害 這可能雍正的吳先生 我可以贏得到我喝茶 沒有啦 你的 都是賴系啦 沒有啦 政委本來就很聰明 心理素質疾佳 民進黨兩個心理素質疾佳的人 這我都很親密 另外他叫高嘉宇 你不覺得高嘉宇怎麼弄 他都笑他 陳年飛也是 我跟賴清德這樣一路走下去 他真的要取消初選真的有難度 他不會用這一招啦 因為太難看了 當然初選被取消 你中常會要先亂一下嘛 那最後還是要送到中職會表決啊 中職會表決啊 中職會表決啊 對 就30個人都要來了 是啊是啊是啊 這樣想盡看 因為你整個動作疊開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搞 讓你不能選 他不會用制度的變革啦 什麼意思 你不能...不是啦 因為連你自己都跳出來挑戰蔡英文 對... 陳年飛就是講這個 是啊 陳年飛就很聰明 他都很聰明 他都問到危險的口水 他就這樣說 你都出來挑戰蔡英文 蔡英文也沒有沒收初選啊 的含義如此嘛 你說我們賴主席是最支持黨內民主的 對啦 一定有初選的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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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麼沒有 用他接受的觀光情 我問他 說他的阿嬤在摟摟在中心 沒有 他說他的阿嬤 你不知道嗎 我沒有看全程 我只有看到重點 都中在摟摟摟 逃出來喔 對啊 你不知道嗎 說到什麼 說到他阿嬤 他阿嬤怎麼辦 沒有 我就說到他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 我們回去做開始 那因為 你說阿嬤認真 對喔 不只看尾翰的節目 光情的節目也看 阿嬤的節目也看 阿嬤的節目也看 阿嬤還說 阿嬤是沒有在那裡嗎 沒有 像阿嬤跟他照顧就對了 對啦 他就想到那段 就像我賴清德 像他老母的老婆姓這樣 他就在說 他其實就是在暗示說 簽得啦 你說到你老母的老婆姓 我告訴我阿嬤也會老婆姓 因為阿嬤要繼續為台南打招 我們都統一了啦 好 這樣也邀請廷飛來 他說一個阿嬤的故事 你怎麼說這種事情 其實這個對賴清德真的有傷 我說最傷的是正國會這個派系 第二傷當然是賴 所以聽說賴系的人高層 對這個結果是相當不滿意啦 因為這個東西就顯示出兩點嘛 第一就是你的情報有問題 你怎麼不知道正國會的事情 對 你怎麼不知道 呂林曉鳳的不滿 你怎麼都不知道 掌控力不足 對我覺得他掌控力不足 那你的國安日報是怎麼寫的 沒有他會說我現在沒有這個啦 這是黨物 沒有啦他不會再領 我是說領導人 跟國安教是在做社會 這樣 這種是不是屬於 要不上報的事項 這個動搖國本你知道嗎 讓領導人不高興就是動搖國本 你知道嗎 這第二 第二就是 你如果掌握訊息 你的組織有沒有能力去立即處理 不過小英就很少發生種疫苗 沒有這個 可是這個黨內的人都看到了 說 你沒有想像中強大嘛 敢造反的人還是有 對 對不對 剛剛亮哥講了一個 我覺得這個 阿八跟長輩八現在的標題 就是其他媒體都沒有談到 因為中常委是十席 當然中常委的地方還有六席 那如果以我這個圖來看的話 清代的是六席 非得還是四席 可是另外的那個 當然加進來變八比八 當然的話這邊有四席 變成八比八 清代的只有兩席 對不對 只有柯建民跟吳思堯 那那個陳其邁黃偉哲 跟那個翁張良 還有莊瑞雄可能在非得 非得 非得不是代表跟 賴唱反調 但是就不是聽立於賴清的直接指揮 意思是這樣 那正國會現在也變成是青賴了 他的那個 怎麼講 就像剛剛亮哥講的 你的整個的那個 這個 獨立性 就比較低 大家想說你們怎麼聽他的 好 那陳其邁想要選 你也不讓他選 結果他還是選上 我們說八啦 正國會 裡面三個比較有前途的 現在都被人家壓住啊 你說林佳龍跟林佑昌 當然啦 林佑昌 你必須對你怎麼發展版圖 你到處都會被人家說你不公正 所以你怎麼去進行選區 你外國部 有幾天都跟 跟中南美 非洲 南太平洋在一起 有幾個 你說三個 還有一個 陳其邁啊 有 他現在有 所以說你正國會裡面有三個政治明星 結果你 你今天被人家開讀 然後立刻宣誓跟賴孝宗 你這個派的也比較奇怪 好 那剛剛講到陳其邁 我來問亮哥 因為陳其邁第一個 被正國會派系給除名 堅持選 選完以後 兩席中職位 繼續抽 還抽上 所以一路過關斬將 那他目前在台南的民調 確實是高了 媽祖騎他先鼓鼻 所以 來 我現在又直接問亮哥 那所以你覺得2026 陳其邁還大有可為嗎 還是林佑昌 沒有 王定宇不會選啊 王定宇不會選啊 他們三個 今天出來著算 王定宇民調一定很低的 你以為現在林佑昌還沒有開始 那個幫他加持嘛 他現在開始嘛 他已經去地方的那個 厚友會要成立了 對啦 還有一個謝龍姐 你不得你把他停啊 嗯 沒有啦 謝龍姐好 把林佑昌停 我沒有補一個 沒有解釋的 要怎麼辦 什麼叫沒有解釋 你實在是 你情報哪有這麼失靈 界線嘛 是啊 謝龍姐還要 對啊 那你就是謝龍姐 不要陳其邁同台嗎 你看那下半個年了 才有帶他們兩個來 謝龍姐大戰 我告訴你喔 謝龍姐 謝龍姐一定是希望 林俊憲跟陳林飛 兩個差不多差不多啦 這樣他最好 他當然是希望不管誰選 另外一個不要支持對方 這樣就好了啦 對啊 所以就不能讓其中一個太高啊 是不是現在都在路不太耍啊 這樣你跟人說過啊 對啊 現在明天他比較高 所以他要把他拉上來的 不好意思喔 你以為林俊憲不知道嗎 林俊憲也知道 那問題是 我的聲量沒有謝龍姐高啊 所以我來參加謝龍姐的議長啊 拉抬我一下啊 他如果拉到林俊憲 那個民調高於陳廷飛的時候 他就把他招出來陳廷飛這邊啊 對啊 喔 那林俊憲又騙了 我算不知道他 對啊 我們也會 我們也會那個 約訪陳廷飛喔 那 他現在沒有辦法看出來 林俊憲跟陳廷飛誰 因為還有兩年說實在 我覺得 現在哪裡知道 說不定以後林俊憲的民調 還贏過什麼 沒有啦 我跟你說 那林俊憲就在說嘛 說陳廷飛啊 你看我剛才在說 我不是說陳廷飛啊 你就每天要洗手洗臉 林俊憲也在說 說 洗手洗臉在做什麼 你不懂 還一過頭 真的 那真技術就對了 人家要弄米 你問了兩年 要小心被弄 這是林俊憲說的 我還要直接在電視說出來 他說你不能 聽到的反應到 當然他是應該高興 因為 真的媽祖站在他身上 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又高興一次 因為拿到 對啊 這不簡單啊 我明天在直播 我也要用這張照片 我完全不簡單 這個意志力 人家收到兩票 這已經很了不起了 對嗎 還能找到 對嗎 人家 剛才是說 聖地在我的身上 他說媽祖在我的身上 但是他說 沒有啦 因為經營很久了 你台南到處都是他的看板 世界都會看板 都跨區的 因為支持他的力量 人家可以來搞你 對 所以我說 後手 台南就會陷入一種狀況 林俊憲 你也要每天洗手洗臉 你嗎 當然啊 為什麼 因為你要弄我 那我們也要準備弄你 沒有啦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敢去挑戰賴清德 賴清德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要尊敬崇拜 對吧 你也有尊敬嗎 當然啦 尊敬崇拜 每天都是他人的 他如果去辦 桃園土地壁案和台南光列壁案 我能在我直播直接稱讚他 我有這麼說 素灘的 我有這麼說嗎 素灘的部分 他打炸 荒海案連輸被人家盜用 已經幾百年了 對吧 你也處理一下 還有水保 對 我是舉例嘛 所以我現在就說 所以沒有人會直接去打賴清德 不會啦 但是說實在因為民進黨都是 大家都是熟 很熟的 社會關係嘛 你有什麼事嗎 你知道嗎 所以要寫劉神科 譬如說我 我做台北市的流域 我不知道小段的社會關係 沒那麼可憐 真的嗎 我當然知道 他也知道我的社會關係 沒有 因為這個圈子就是這樣 小段做個娃娃就給他了 沒有 因為我工夫嘛 我是說我們正在做流域的 對啊 他說何志偉跟王世堅 當然知道彼此的社會關係嘛 嗯 他們兩個不會拔到爛爛爛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去看啊 我跟你說 那頭上互相檢舉開的資料 怕死人 比國民黨更恐怖 所以我是在記例啦 所以你說 陳寗飛這邊就要開始防守嘛 擔心有人來弄他嘛 所以他進攻是最好的防禦嘛 所以我就去收集對手的資料 嗯 所以順起來也要注意就對了 本來就是啊 所以你們兩個 每天都會洗手洗臉啦 會血流參和 血流參和 就是有人 點了火種嘛 就開始死了啦 其實何志偉跟王世堅那次初選就是這樣 本來有人說 欸不要讓 不要讓我賣 賣到沒有人 但是太接近的時候就會了 沒辦法 就是 就有人丟 火種被點了 那個時候王世堅的聲勢一直上來的時候 其實中招就會出了啦 中招就會出了 那所以其實陳寗飛這邊 那結果 因為1450整個都停了 王世堅 所以1450去幫他收集 何志偉的資料 有夠效嗎 怕死人的效 都在網路貼出來 我跟你說這個也是一樣 他們到時候初選的也會很激烈對不對 沒有啦 就說老一邊開始欠資料啦 那 你既然丟了 那我就丟了 我跟你說 拜登跟川普也是這樣 現在何志偉 那資料是還沒看的 對 是啦 現在就已經開始了 何志偉加州那段 這個浪漫的歷史 現在都會出來了 好 待會跟你說 我們最後一段講一下 美國的那個 總統的這個選舉 29歲到現在50歲這會 以前賀錦麗的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真的嗎 好 好 現在還可以 好 那 那 謝榮介 我們等一下來講賀錦麗 剛安雪寶平 好 那個剛有過年 就把他送人 好 那那個 謝榮介跟 林俊憲還有謝榮介跟陳廷飛 那如果你這樣看 因為還有兩年確實還很久了 他對誰 可能勝算比較高 但我們不知道最後會不會是誰嗎 沒有 謝榮介 謝榮介一定算的 對 我就說他們兩個 現在有人磕批是不是 對啊 你怎麼知道我 後一題要對他 對他 那不是我說的啊 小立元說的 我根本沒有講科目 沒有啦 小立元是說台中啦 對啊 他自己去台南高雄 去平衡高雄台南 好 我這個話題多 來 我們先把這題問 謝榮介如果 如果是對民進黨的話 對陳廷飛跟對林俊憲 第一個問就是 有沒有勝算 對誰的勝算比較高 你說 謝榮介 一對一啊 對 一對一的話 所以 另外那個做法就對了 總是說出選以後 謝榮介對林俊憲 勝算高 比較高啊 因為陳廷飛 因為朋友圈 謝榮介認識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 所以比較有機會 拉不過來是不是 一個籌算 可能很慘烈 很粗暴嘛 所以陳廷飛的朋友 會很生氣 如果是林俊憲贏的話 有可能 而且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合理 那如果兩個人差距很小 不好意思 是黨中央做民調 那你認為陳廷飛的支持者 會相信民調的公正性嗎 尤其他自己會做民調 那搞不好 他自己做的 陳廷飛都是贏的 結果沒有出來 當中央民調 與眾不同 這個事情以前也發生過 以前其實 簽到要跟小英扁的孫 他自己做的民調 他一度贏到20%你知道嗎 所以他才敢出來嘛 當然啊 對 要求你求求求求 讓小英抖贏 他自己做的 那你認為支持賴清德的人 不會生氣嗎 所以為什麼要把他拱來當副手 嗯 其實這個力量 就是這樣產生的 所以譬如陳建仁 陳廷飛被對付出場 陳建仁變成意外 意外 是犧牲者 為了整合 陳建仁之後 配合蔡英文 他們合作關係是很好的 而且蔡英文坦白講 也因為這樣 剛剛要對陳建仁拍誰 所以為什麼後來當行政院長 所以我就跟你說 這就是 因為知識開金的人裡面覺得 你那個民調一定有問題 所以不服 可能我自己在看都那麼多 到你後就變這樣 對嗎 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會發生這種事 他那個怨氣 要對哪裡去打 你林俊憲 你說在那裡林俊憲 到時候來跟陳建仁的政營說 好啦 我保證 哪些局處長你們決定好不好 有可能這樣 絕無可能 兩個都沒有你睡 絕無可能 他們一定都在想這些事情好厲害 他都已經想到兩年後的事 水管 你覺得那個講什麼大理 我覺得很有道理 如果是林俊憲贏 那陳丁妹跟他差距又很小的時候 這時候你想說到底要怎麼樣 謝榮協宣布 我只當四年 對 屬於是這樣 他就只會當四年 他上次已經講了 他上次還會這樣講 所以那些支持陳丁妹 我不講陳丁妹本人 那些支持陳丁妹講說 不然就 擔心你要這個人來當 應該當四年還是丹佩林 對 就會有這種 丹佩林你幾歲了 丹佩林你幾歲了 丹佩林媽祖幾歲了 對啊 丹佩林今天看完這幾歲的時候 海報的時候 我也當四年 沒有 沒可能 沒可能 OK 這個是林俊憲 因為這次四年 他有跟我說耶穌克 34年 你說也偶像就是蘇南城 蘇南城 蘇南城在台南留下多少建設 沒有包袱就可以 大到後腹 大到後腹 不用想第二屆 好 這個台南會是 一直到2026之前的重點 我們今天台南也還沒談完 因為剛剛講到柯文哲 我直接請教亮哥 你怎麼看柯文哲這樣講 他說 要選也是選台南或高雄 怎麼會是選台中 其實柯文哲上次 我在請阿爸把那個影片點出來 他有 選完總統以後來上下班和你聊 我就問他了 學校也在 對 他的意思是說 我怎麼可能選2026 嗯 我要選2028的人啊 可是他 他覺得有時候是這樣 他會講 你現在選台北市 讓人家往下選 所以 所以我就說 他已經回答說 我要選高雄台南 什麼意思 你應該 就講說我就是選2028就好了 我認為他不會選 不會嘛 你這個台北市長 讓人家往下選 你如果說台北市長 他選十八市 大概只有一個例外 幾個場 幾個月就沒選到 喔 好 好 我知道 我來這裡 你如果不選 你的行情還在 不應該去選基隆市 你如果基隆市 你台北市 當了八年市長 結果去前面 我們說 你選高雄 台南 都沒有 假設 甚至連三十八都沒有 你連當過市長的行情都沒有 跟人家說 所以你一定要穩贏 你才會選 所以你一定要做民調 因為科兵是重視科學 我這樣說一定聽到 他就會去評估厲害關係 那六都有什麼地方 他可能穩贏嗎 不可能 沒有嗎 不可能 而且選完以後 就像你講的 行情又會更跌 因為你又輸了一次 因為高雄大分裂 因為高雄我們假設 賴瑞龍贏 那林黛華跟邱毅營 許智傑 年紀都比他大 你擺得拚嗎 因為你畢竟不是陳其邁 陳其邁 陳其邁在黨內有那個 備份 跟威望 現在高雄是誰不符誰的狀態 對 因為陳其邁這會很肯定 大家福氣 趙天靈跟管碧琳 不敢 不敢說什麼 你若是我們要農贏 那其他三個年紀都比你大 你要怎麼選擇 所以許智傑和林黛華 比就是誰的頭腳 這樣嗎 繼續十六吋 喔喔喔喔喔喔喔 現在十字眼光光是十六吋 我幫你保證林黛華 許智傑都無盡的 對啊 對 而且都 全力以赴了 他們已經 到了全力以赴的程度 所以你要殺 但是只會有一個人命 邱毅營比較像掛號 邱毅營突然穿阿選 我也是像這樣 我掛一個阿核也不行 他也自身 可能是邱毅營也來掛一個 阿核還有一項目的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兩個 許智傑和林黛華 他們很認真 可是看起來 賴瑞隆也是全力以赴 他以為他是陳曲的嫡系 對 加上新潮流的嫡系 對啊 所以他一面比較大 就是這樣 不過他就是選後整合的問題 你也覺得阿核隆一面比較大 一面比較大 可是團結不起來的話 是啊 所以柯智恩 如果柯智恩這麼多 就沒有邱毅營的厲害 什麼意思 他沒有辦法拉到那些 初選輸給那種人票 你不認識 沒有啦 因為你不認識 連改 可是你可以帶柯智恩去認識 邱毅營很厲害 邱毅營 邱毅營民進黨的火 都滲透了 他只是能不能拉得動的問題 因為民進黨的系統 很不容易拉得動 那時候會有 極大的千古奇緣 千古奇緣 這麼嚴重 我們菲子就只有 可能有千古奇緣 你知道嗎 2026年五月會下五月雪 對 對 對 所以你覺得他不會算2026了 拜託我們再把媽祖的扮相 再回覆一下 把我們上天靠一下 千古奇緣 菲兒 人家叫什麼 鬥兒圓 菲兒喔 菲兒圓團 菲兒圓團也有圓 我們今天不要告訴我誰 你不要叫人 菲 菲氏啦 菲氏的話 非死不可 不能叫人菲氏 誰叫什麼 沒有啦 他就做五月啊 你都不開賭啊 你這個會啊 是啦 我跟你說他現在可能比較認同殷熙啦 因為他才 對 他才殷熙會幫他啊 張開雙手歡迎他 對 對 千古奇緣 你覺得柯文哲 我看你沒有什麼興趣談柯文哲 你覺得 沒有啦 我認為他不會選啦 那他這樣 那是因為小禮媛這樣人 他就回答一下這樣 因為台中尼跟盧秀恩很好 他目的是2028 他幹嘛得罪盧秀恩 那你覺得他2028還有旺嗎 沒有啦 那就是怎麼跟盧秀恩合作 跟盧秀恩合作是不是 那你會覺得他 他這次一定會處理得比侯友宜好 因為盧秀恩的溝通能力 比侯友宜好太多了啦 而且還有一個 地下大使的盧秀方 對吧 還有一個那個亮哥高陀的證照星 是啊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 盧秀恩會當柯文哲副手嗎 不可能 所以柯文哲願意當盧秀恩負手 不會願意當後緣負手 沒有啦 這個就是要談啦 就是說你整個盤子 要怎麼安排民眾黨 沒有啦 因為這個 民調一翻兩瞪眼的啦 我們現在這樣說也沒有意義啦 到2027的時候 看你的民調是多少 可是這樣你拿2028還很久耶 他是不是需要多一點政治能量 是啊 那他應該要… 問題是選六都 不會幫助他的政治能量 那他要怎麼做 因為你如果是… 你如果選一個第三 你整個台北市兩任的 生亡都會破掉 有什麼好處 好 真的是變化很多 所以還不知道 到底202608會怎麼樣 只是看那個態勢為什麼 我們請學保幫網友來問個問題 剛好問個問題恰逢其時 他就是 酒飯的樓媽問亮叮噹說 第一題是 如果謝龍傑跟柯枝恩 成功翻轉台南高雄 會增加盧秀燕2028的 當選機率嗎 我最好的話說 這今天我要哭10天 不是說朱立倫先哭 以2028盧秀燕當選機率 所以不是沒有朱立倫 沒有啦 因為明年 明年還沒回來 選東出社 你是在… 選了 你現在有清楚了嗎 對 盧秀燕到底會不會選黨主席 我認為越來越傾向會了 真的 越來越傾向會 對 就不用從美國回來 我也是這樣想 因為 你還是要及早進入戰鬥會制 就是面對全國的議題 那我今天 不然你今天晚上這樣見不到 你一定要成為候選人 那時間太晚了 那我今天看到一個新聞 說 侯友宜最近跟金浦沖 在請國民黨的立委吃飯 所以好像侯友宜也有想要選黨主席 真的嗎 朱立倫的話是黃建廷講說 他沒有非選不可 他沒有非選不可 不過立的女張亞中 對張亞中 他說我每個人要籌三四千萬很苦 對 真的都很苦我知道 但是 朱立倫自己要不要選 他自己應該講 不是叫黃建廷議長幫他宣布說 我看他那個樣子也沒有非選不可 這是什麼意思 他議長講的就代表他嗎 還是你直接宣布不選 也可以 因為我已經扛了四千萬萬別人扛 沒有 昨天也是算盤擺在這裡 對 也算盤擺 我跟你說 黃富欣整個變過了 他就不用選了 因為上次黃富欣是支持他的 沒有支持張亞中 上次黃富欣支持他是一位 沒有支持張亞中 為什麼 因為有一位能影響黃富欣的一個 國民黨的大人物 對 他在關鍵時刻的時候挺得出立倫 對 但這個大黃富欣在不挺出立倫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是喔 而且據我了解 黃富欣的人是比較傾向如秀妍 對 因為韓國的不算 沒有韓國的嘛 你也拿得到黃富欣 可是韓國瑜沒有要選 他不能選吧 他不能選 他立法會不會選 他立法會不會選 是 不過這網友問說 因為我憲哥跟柯政 都選贏市長的話 那還要問 那當然就進入會題 就表示說地方 都被國民黨拿光了 對 就崩盤 不然你就想韓國瑜 2018嘛 2018贏贏可有嘛 對吧 那蔡英文的民調跌到20 馬上就被憲哥 對 真的是這樣啊 那你如果台南又丟 跌破20嘛 好可憐 他還好 他就說 王彌桃還好 我及早把鄭文燦處理掉 所以前提是 柯政人跟謝龍介要贏 但不是不能有機會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這個人的問題是這樣 謝龍介機率比較高 高雄難度比較高 可是高雄剛剛已經講 那麼多人一樣 沒機會 柯政人都沒有 謝龍介都沒有 就算初選競爭之後 他也不會轉移投過去就對了 我跟你說 高雄高雄跟台南 他還是有很多地方性的組織力 他們不一定有政黨的 那是半段的 你不要以為 那如果台南歌詠 大家都是深綠 也沒有這個事情 不然謝龍介 台南怎麼會拿到43% 對 拿到43%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說 那台南人沒有人 我沒有人 我沒有人 我沒有人都很乾淨 就你有在逛逛嗎 你有給我給我 我看你會順得好 這一類的 這一類 那如果光是台南選贏 就已經勝算增加很大了嗎 如果假設台南贏 高雄沒贏 那個對賴清德是重疾 那是他的本命區 對耶 拜託 不過台南贏的話 可能三天沒有公開行財 對 對 這是面壁 面壁 一直處理在面壁 賴清德那個人 他的想 他的感覺 是藏不住的 你看他的味道就知道了 那個壓力 鬱吹都寫在臉上 所以你看 做人在英雄口氣 隔天賴清德的燦爛的笑容 台南 台南黃偉哲也是現任市長 他表態嗎 不會表態 他不會嗎 他表態也不一定是正面 那他會私底下幫誰嗎 他不一定是正面 不適合 這股情的我們 還把它留起來 摸摸剛拿出來 好… OK 公開就好了 好 那個Q2 Q2 好 第二題是 盧秀苑出訪美國 是不是參選2028的起手室 那麼早佈局 會不會怕被同志 沒有 我覺得他已經被邀請很多次了 好 這個時間點差不多了 因為明年就要選黨主席了 你如果明年黨主席之前才去 那不是更刻意 也是 所以我是剛剛 就是時間差不多了 所以 就該走的行程就要去了 所以黨主席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2028也很遠 對 應該是跟黨主席的起手室 就表示他開始關心 可是 說實在 這個基本上是走地方行程 是各州各城市的行程 這個沒有到聯邦 全國的議題 沒有 基本上沒有 他還有兩個不同的身分變換的時候 再來看 現在是市長 之後如果 變成黨主席去廚房 那是一種 如果變成總統參選人再去的時候 也是一種 口令也不一樣 現在目前就是市政 不過黨主席去 人家就會問你全國的議題 因為你國會 對 還是有主導力量 就是你的黨的方向是什麼 就算不是你 不是總統候選人 那你是黨主席吧 你們黨以後對沒關係怎麼樣 大家就會問你 而且包袱也是會問 國務院的亞太主席 好跟壞都會問 會提出一些問題 會 就你們是什麼態度 會讓你回答 美國是這樣 美國是這樣 但是現在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因為時間還沒到 2026還很久 我們剛剛今天談解2026 會先到的是明年的黨主席 那我剛剛亮哥在講 我得到的了解也跟亮哥一樣 就是 盧秀燕的團隊當中 或是他會詢問的對象 以他自己來講的話 選黨主席跟不選黨主席的意見 都有 但是他好像還沒有做決定 只是看起來 選黨主席這個選項 並沒有被排除 最近常有一些新聞講說 朱立倫跟盧秀燕 已經都談好了 他不選黨主席 我朱立倫來就好了 你黃建廷說也不會算 所以這個其實基本上 都還沒 那如果盧秀燕要選的話 我是覺得 這有個人看法 如果他決定說不定要選的話 他上的機率絕對超過9成 因為國民黨自責 會把他當成是2028的參選人 國民黨的選民的 沒有錯 兩個人也同意 所以只要盧秀燕決定要選 他應該就是當選了 所以這個後面 我們再來看看狀況會是怎麼樣 好不好 大概會是在什麼時候 會知道他 國民黨是明年7月 對 稍微講是7月 可是黨主要想要 9月再選 對 一定會有很多人講 5月就要開始了 7月就要開始 所以明年過年以後 現在也已經7月了 半年後 我們大概這個話題 就會變成是一個真的話題 當然怕留意不在意 因為你如果是7月選 那你以為6月都在忙 就是會期要結束 對 好 那這些相關的話題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來跟大家聊 今天比較特別的是因為颱風夜 希望大家都平安 那剛剛亮哥講了以後 讓我引起興趣 29歲的賀錦麗 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講 好 到底賀錦麗是怎麼樣 他去做29歲 所以他也打得很糟糕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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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台北 比我們台灣更可怕 他以前的起司都挖出來 而且連T恤都出來了 夠要死 這個 這禮拜希望大家颱風都平安 下禮拜我們繼續來跟大家聊 謝謝亮哥颱風天來錄影 謝謝學寶 下班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我們下禮拜再聊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收看下班和你聊節目 記得要訂閱下班和你聊的評論會員 學寶早日開支 謝謝 對 三麽 三好 八點 不要忘記 老漢說話 T恤高小 聖墨星阿倆 酷醒星 裡又精彩 下班了聊一聊 下班和你聊 有分析的都來了 by bwd6